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在很久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 就是说这个不小心磕着了之后 就磕到胸部 就是我之前有个朋友 就是走路的时候 就在屋里呢 他底下有线没看着 半了一下 然后一下这个胸部就磕到这个桌角上 然后从磕完了之后 然后就一直不停的咳嗽 那针对这种情况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那现在又有一个情况 那个是胸部受伤了之后 他是不停的慢性咳嗽 那现在呢又出来一个是什么 他是胸部受伤了之后 然后呢不敢咳嗽 他一咳嗽就胸口疼得厉害 就这么憋着 然后呢说这个呼吸音还特别重 特别清晰 然后呢上医院就去拍片了 拍片了就是心肺呀 胸格呀什么各项都拍了 也没有什么气质性的病变 也没有什么异常 那像这种情况啊 就是胸部受伤之后不敢咳嗽的 呼吸又特别重的 也确实检查也没有气质性病变的 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扎谁 我们可以扎双侧的内观配双侧的阳灵拳 内观可以什么 内观可以调胸肺疾病 他可以什么宽胸 里气 那阳灵拳呢 他也是疏干里气的一个穴位 所以呢 如果是疼痛不敢咳嗽的 我们就可以扎内观 阳灵拳 然后进针 年转得气 得气之后留针 30分钟 然后呢 记着每10分钟给他行一次针 一般的起针之后啊 就会觉得立马疼痛就减轻了 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今天呢 关于这种啊 胸部受伤之后不敢咳嗽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